继续要关心的也和教育有关 现在中央演你教师要恢复课税了 但是就在教育部宣布的配套措施当中 有一项就是要朝向目前正规教师的授课时数要往下修 但这么一来可预期的是在许多的校园当中 代课老师恐怕会是越来越多 议员担心如此一来恐怕影响学生的授教权 而另外12年国教再成咨询焦点 全台中小学教师将恢复课税 配套措施出炉被教育团体质疑 没办法解决盲点 不仅增加经费支出还可能有这个疑虑 代课老师的品质不好 那么我们的代课老师数量太多 在高层市来讲影响到孩子的授教权 当你叫老师去增加课 正式老师增加课 他们是有的人是愿意有的人是不愿意 是不是局里也能够尽量的鼓励 这些老师能够愿意 正式老师愿意能够达到过去的 没有课税之前的20堂课 一旦正式教师检课 学校势必得另外聘请代课老师 学生的适应能力是问题之一 事关中央的政策 教育局承诺会尽力向教育部表达 也努力找方法让政策因地质疑 全国性目前来讲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因为课税检课之后 基本上学校里面呢 因为部里面只补出终点会 所以各县市没有足够的财员来 拼一个正式教师 所以是用终点教师的方式在处理 那这种教育就是代课 那我们县市合并之后 有些偏向的地方 的确是不好找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它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嘛 而且呢很多代课老师也非常的用心用力 这是我们无庸置疑的 在代课教师的这个品质上的提升 我觉得又是教育局另外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关系到中央教育政策的质询 还包括12年国教 家长团体又在旁听席拉起白布条 对应学校首当其冲 成了议员挑战政策内容的第一名 这是前任国中 他有没有附中的对应学校出现 所以啦 他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哦 前证国中在我们那个时代 是前三名的学校 所以读雄中读附中的人 是大有人在 这个召集人主席 这是我们选区的学生的悲哀 尽管教育局已经安排场次 要针对12年国教做宣传 但几个执行问题真结点 在议事厅里 人摆脱不了直循聚焦命运 港东西欧院许富天 财富贸打 在议事厅里